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呢 对小孩子是一个财宝来的 因为他们健康 爸爸妈妈很放心他们 我们不再担心他们说 减少很多疾病的问题 其实呢 整个计划是无心插柳 柳成荫 去年的时候 我看到电视机 有一个节目说 有看到这种保温丸 又可以盖 因为想到我们学校说 很多苍蝇 蛮不错就是说 可以关起来盖 又卫生 总讲讲 好咯 你跟我讲 多少钱一个 马上晚查这个学校 应该在服用咯 叫他们叫我咯 主席 这个碗不贵 不过你不要拿整套咩 很好看 整套有营养餐计划 要咯 要 这样就慢慢联络去咯 在以前的时候 我来餐厅呢 看到一位学生说 在以前的时候 我来餐厅呢 叔叔 叔叔 今天很好吃 吃什么 我讲 吃西餐 我就奇怪 什么来的 他讲 我就看到有 我讲完了 如果他这样吃下去 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想到不如说 我们再改变一下 营养餐呢 主要是说 我们用骨类就是白米 如果全骨类就是糙米咯 如果煮饭的时候 我们用一半说白米一半糙米的 如果是油的话呢 营养师规定说 不可以用包装油的 像鸡肉呢 我们只会用鸡胸肉 所以我们先会把它的皮扒掉 不要有油性的 我们也不会拿鸡腿啊 鸡翅膀的 这种鸡腿都不好了 要切的比较小片一点 旁边他们容易吃 每天都有一份水果的 因为水果主要是纤维的部分 小孩子他们很厉害 他们会挑起点蔬菜啊 营养 放在一边 他们很用心的 切的这样肉 他们可以分很厉害的 因为他们不习惯 他们喉咙有filter 他们filter不过来的蔬菜 因为我们每一餐肯定有蔬菜的 他们讲我很难吃 会哭 会抱怨回去 去年10月1号 开始第一天 一个小女孩 她就哭了 Uncle 我没有吃营养餐的 我妈咪报名给我的爸爸 也不要报名的 我吃好料面包的 可是我看到一个月 看到两个月 今年1月的时候 看到的时候 她跟我玩了 Uncle 我吃完了咯 所以你看她是开心的那种 就是说 很感动 因为我们是第一间学校 当我们知道我们第一间学校的时候 我们不是开心的 因为她担心 我们要做得好了 为什么 因为后来会有很多东西 要来参观你 看做得怎样 如果我们做一半 就马蒂过后就惨了 就说别人 不能做的 我们不能做的 我们要坚持做 我们做得好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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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